北斗即将推出新功能有何作用 为何说能在关键时刻救命 北斗对比GPS卫星的优势在哪 在去年7月份 北斗3号最后一颗卫星成功组网 这意味着北斗卫星全球系统正式组成 北斗卫星对于我们的意义 相信我们已经有了不少认识 但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 北斗导航除了能给我们导航 还能做什么呢 根据光明网报道 北斗3号卫星将在年内实现 移动通信和短报纹通信的融合 使得北斗导航卫星的区域短报纹功能 将成为聚能手机的应用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 这项功能意味着什么呢 对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相关建设 做出贡献的80后 北斗女神许颖就这样形容过 北斗卫星这项功能 假如有一天一个人不慎流落荒岛 无法得知位置 如果她手上只有GPS设备 虽然能知道自己的位置 但是却无法告知别人她的位置 但如果这个人用的是北斗导航的设备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通过北斗系统的互动功能 她可以将自己的位置信息 发动到几百公里外的人 并且很快就能得到救援 因此北斗卫星与GPS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就是北斗卫星能够实现 设备持有者与导航卫星的互动 使用者可以将自身位置信息传给卫星 卫星能将信息及时反馈给地面指挥中心 而GPS只是单纯接收信息 无法实现互动 区域短暴纹功能是GPS无法做到的事 但北斗做到了 实际上早在北斗一代的时候 北斗卫星就具备区域短暴纹功能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当时由于信号塔倒塌 整个阵区信号中断 搜救人员就是靠着北斗卫星的区域短暴纹功能 为救援争取到宝贵的黄金时间 不过在此之前 要实现与北斗导航的互动 需要购买专门的北斗通讯设备 但其高昂的价格 也使得一般普通人不会去采购 基本上只有登山员与出海打鱼的渔船等特殊职业 会配备专业北斗设备 而如今北斗导航的区域短暴纹功能 能在智能手机上就能用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无人区落难 或者是像突发地震这样的险情 有手机就能救命 另外如今市场上的主流手机 基本都支持北斗 就连此前不支持北斗的苹果手机 也在最新的版本中支持了北斗导航 有意思的是 北斗不仅我们中国人喜欢 此前有美军U2侦察机飞行员爆料称 美军飞行员同样需要佩戴支持北斗导航的设备 如果联系北斗具备GPS所不具备的功能的话 一旦这些士兵遇到突发情况 同样可以依靠北斗来救命 难怪美军也要用 额外长表示美军攻击叙利亚其实另有所图 难道中东巡视又要变天了吗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的消息称 在叙利亚东部 由美军发动对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空袭行动 刚刚结束没多久 在格兰高地 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以色列 也瞄准了叙利亚境内的目标 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连续发射了多枚导弹 但叙利亚方面也是早有准备 这些空袭导弹中的大部分都被叙利亚的防空部队给拦截了 所以事后并没有任何有关叙利亚伤亡的报道 而美一两方也没有对此事件做出回应 事实上这种报道对关注中东局势的观众们来说 叙利亚遭遇空袭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毕竟叙利亚自2011年以来就一直处于内战阶段 虽然目前叙利亚的阿萨德当局已经占领了大部分的领土 但叙利亚的国内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并不平静 至于为什么叙利亚总是遭到攻击 相信这也是不少人心中的疑惑吧 事实上从2011年到现在 尽管美一双方对叙利亚进行了数千次的攻击 但袭击的结果是一致的 袭击的目标都是伊朗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设施 在他们看来叙利亚是伊朗的前沿阵地 所以才经常对叙利亚发动空袭 阻止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势力 其次中东地区之所以战乱不断 主要原因是因为该地连接了欧亚非三个大陆 其中叙利亚又是这一纽带中的核心区域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 叙利亚北上与伊朗土耳其相连 南上与沙特以色列相连 可以说是真正的兵家必争之地 其结果就是无论谁只要是想要控制中东局势的任何世界强国 都不能忽视叙利亚在中东的战略价值 因此在2011年叙利亚在爆发了内战后 美俄裔等世界强国以及周边想要火中取栗的国家 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瓜分叙利亚的内战中 绝对一提的是有信息表明 或许在不久的未来中东局势又要变天了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称掌握了一些信息 能推测出美军攻击叙利亚其实另有所图 美国人现在之所以做出了绝不离开叙利亚的决定 是因为他们想要再次基础上分裂出一个新国家 这违反了所有国际法的准则 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需要为此发声 中国正利用软件控制印度供电系统 导致印度断电 印度人坐不住了 敬请关注本节目 了解详情 据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的消息称 印度孟买去年10月份的大型停电事件 与中国脱不了关系 当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时 中国黑客在有组织的情况下 使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入侵印度电力系统 利用软件控制印度供电系统 造成该国大面积停电 而中国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要警告印度 如果边界局势再僵持下去 就让印度全国断电 毫无疑问 美国媒体的这篇报道 可以说是再次刷新了造谣的下限 而之所以会用再次来形容 是因为几天前 美媒彭博社还炒作所谓中印边界非军事区的话题 声称中印之间正在推动建立边界非军事区 但非军事区这一谣言 相比于中国用停电攻击印度更为扯淡 相信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 印度电网压根就不需要别人入侵 糟糕的工业基础 让停电对于印度来说就是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的谣言 中国都还没有发生必谣 印度人自己都坐不住了 印度电力部门的发表声明称 印度电力系统运营的公司 没有受到美国人所谓的中国黑客的攻击 也没有发现因停电而造成的数据泄露和文件丢失等问题 分析认为 印度人这次之所以这么快必摇 无非是担心国民对权威公信力的下降 仔细想想 要是连电网这种国家的基础设施都能被他国黑客控制的话 那国民得多没有安全感 不过 说不定也存在是想主动缓和中印关系的可能 毕竟如果再发生对峙的话 印度还是吃亏的那方 就地理位置而言 中国这方面拥有明显的自然优势 而印军需要在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区进行军事行动 任何一国的军队想要在这种地形 并且还有敌人干扰的情况下 翻越边境都是不可能的 除了地形之外 在武器装备方面 双方的差距更不是一星半点 中国的武器装备已经现代化 能够实现武器自给自足 在数量和补给方面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与之相反 印度的武器装备称其为万国牌 那是毫不夸张 来自不同的国家不说 就连生产的时代都不同 苏制武器与俄制武器装备于同一个部队 那是印军中最常见不够的事情呢